另外呢,开林宫他捐赠的白米呢,其中也有2500斤是要传爱到吉安乡的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前往致政感谢状 也希望透过公所的物资捐赠平台可以关怀每一户弱势家庭 花莲县开林宫,9日上午再度捐出近4000斤白米及上百份民生物资给弱势族群 除了捐赠给花莲市公所,也捐赠2500斤白米传爱至吉安乡 由乡长游淑珍代为受赠,并致政感谢状给开林宫三星协会理事长李伟臣 未来将透过乡公所物资捐赠平台,到位关怀每一户弱势家庭 开林宫开张圣王十杯,这几年来总不忘吉安的低收禁欲家庭 尤其给吉安满满的物资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的能量 我们相信吉安救助的平台,我们公开透明 而且针对于独居老人或者是残暂关怀不便的家户 也辗转的由巡守队送到家中来献关怀 我们相信从捐助到收受到关怀 这是一个大家互持攜手服务的一条善心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 我们谢谢开林宫善心协会给予吉安香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平日也要再一次谢谢所有豫住吉安爱与关怀的每一个企业 公庙还有善心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协力 我们吉安香公所一定会善尽我们关怀的工作来做到更大位 无论是大街小巷我们一起来让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不同家庭的状况 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协力工作 开林宫几年来不忘吉安香的低收禁育家庭 商公所会善尽规划物资捐赠平台 同时携手村里、学校、医疗单位、理向乡亲 让吉安香公所开启的救助机制投入必须性的社福资源 随时掌握需求个案 让特殊禁育家庭获得及时雨的滋润也到位传递社会大爱 记者长邦彦临时报导